大家好我是驻韓獨立記者楊謙豪 現在幫包括TVP在內的許多的台灣的電視台和網絡媒體在採訪南北韓的新聞 最大的原因在1992年台韓斷交 當時南韓直接把在首爾的在汉城的民動大使館直接浪渡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變成台韓斷交成為一般的民眾對南韓抱持負面而且有背叛的形象 讓往後的幾年間的這個台灣民眾一提到南韓的其實印象都並不是很好 而且其實在90年代初期台灣的經濟或者是國民所得都還比台灣來得高 所以呢一般的民眾可能會有優越感或者是說他以前接受過這種大中國意識好了 會認為說南韓和中華民國是友誼之邦 甚至會有一種優越的心態認為說南韓是這個台灣或者是中華民國的 弟弟會有這種優越的心態所以會有一種看韓國看不起嗎 或者是長期以來覺得說自己高韓韓國一等這種情緒出現 那加上呢這個我剛剛講的1992年台韓斷交之後這個不滿呢 就從此爆發出來 往後的幾年間再包括很多的這個運動賽事上面或者是經濟的比較上面呢 台灣都會一直把南韓當作很主要的競爭對手都會看說這次南韓的比賽的結果好不好 或是南韓最近的這個發展跟台灣相比的話好不好 應該這樣講2013年之前其實台灣和南韓兩國民眾之間的相互的理解是非常不足的 我剛剛講說台灣對於南韓有很大的仇恨或者是很負面的這種觀感 然後南韓則是對台灣不太了解 老一輩的人他知道台灣都知道說叫自由中國 那個時候他們都知道說台灣是很先進的國家 我碰到很多這種老一輩的現在五六十歲的人 都都是這樣講對台灣抱持著非常好的印象 可是你說年輕人尤其是那個80年代出生的人 他們從小就歷經台灣和南韓斷交其實已經沒有什麼來往了 對於台灣的理解自然而然就非常的貧乏 所以兩方沒有相互的交集 自然而然提到台灣他們講不出的 所以然他們不知道說有什麼樣共同的交集 可是你如果細部的去研究台灣和南韓 比如說在政治上面我們的發展過程都非常的類似 我們都歷經過這種獨裁軍事獨裁威權的統治 然後我們兩國也都在1987年同樣的進入民主化 台灣解嚴了 那到之後台灣有民進黨和國民黨的兩大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 南韓也有保守和進步派的意識形態的對立 其實這個發展的過程非常的類似 兩國的這個發展脈絡的話 其實可以互相的比較和觀察以及學習 那我剛講說這是2013年以前的情況 2013年之後呢 在2013年的時候呢 這個南韓有一個綜藝節目叫做花樣爺爺 當時來到台灣拍攝拍攝這個台灣的旅遊特輯 所以呢這個節目播出之後呢 很多的南韓民眾看到這個節目 哇在介紹很多的台灣的景點也發現 哇台灣原來這麼這麼有趣這麼好玩喔 所以呢之後呢很多的南韓的觀光客就來到台灣來旅遊 然後他見識到說哇台灣原來我們 離我們這麼近的國家喔又這麼有趣 而且很多的美食 然後呢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然後這邊的人又非常的友善喔 很多的南韓的觀光客來到台灣 開始認識的台灣台灣 台灣民眾對於南韓的 這些飲食產品是不陌生的 可是你如果要細部的去探究南韓的社會 還有這些文化的樣貌 其實是有點距離的 我覺得現在我在扮演的這種角色 就是希望說能夠讓大家更了解 各個層面的南韓 而不是只聚焦在KPOP 或者是這種韓流的東西喔 那幾年我是覺得說 台灣和南韓這種相互之間的 往來變得更加頻繁了 認識了台灣 然後發現台灣不一樣 是很友善的地方 自然而然的台灣變成 他們喜歡來這邊觀光的地方 或是喜歡來這邊交流的對象 所以呢 兩國的這個 從原本這個斷交之後的一些誤解 或者是仇恨的情緒 隨著這個雙方的交流 彼此的這個誤會 或者是嫌悟的這種情緒 都慢慢的化解掉了 一般的台灣粵聽眾 會對韓國有刻板的意向是 韓國人好像做事都很激烈 或者是南韓人是不是喜歡作弊啊 會不會這樣攻擊啊 是不是很愛作弊 其實我是覺得 與其說你要怪人家去作弊 你不如講說他的那個進取心很強很旺盛喔 旺盛到有時候會不擇手段喔 包括你有時候看那個南韓的綜藝節目 像Running Man啊有沒有 有時候真的兩隊幾隊為了要為了要贏喔 會不擇手段的競爭喔 有時候看起來我們從綜藝節目看起來是很好笑 或者是很有趣 可是有時候在這個體育賽事上面就會覺得說南韓是不是在耍手段啊等等的 但我覺得你要從歷史的背景去探討這個原因 為什麼南韓會這麼想要贏啊 為什麼會這麼想要求勝 因為你看喔 南韓這個韓半島上面 數百年來都只有韓民族一個民族 居住在這個土地上面 歷史上面有外族來到的韓半島都是入侵有沒有 有很多的這個外部的勢力 像以前的這個清朝有中國人想要來 讓這個南韓成為自己的反屬國 然後還有日本也入侵了 蘇聯這個俄羅斯的勢力也進來過南韓 然後呢 呃美國的美軍現在也在南韓駐屯嘛 有各個國家的這種的勢力進來南韓 都是入侵啊殖民啊 或者是支配啊等等的 所以在這個民族自尊上面 他們會覺得說 呃是不是我們呃太過激弱 或者是說我們長期一直受到這種支配的情況下 會想要說 我們自己能不能夠有能力獨當一面 呃不要再受到人家的支配 我們可以有自己的主體性 他們會有這樣子的思考方式 跟南韓人相處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們有時候做事非常的激烈 或者是積極進取 甚至是想要求勝而不擇手段 這事情我是覺得跟歷史的發展 是有一定的呃關係存在的 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的時候 南韓的經濟跌落古典 整個國家幾乎都要破產了 那當時南韓政府不得已 向這個國際貨幣基金IMF 呃借貸的這個紓困貸款538億美元 很大筆的金額 幾乎是天價的哦 那呃南韓政府也答應這個IMF 很多的這個條件哦 一般的南韓人會覺得這是國恥哦 又是國受到這個外力支配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可是你可以看到在當時 很多的南韓民眾 願意把自己的這個 這個金融財寶捐獻出來救國哦 那南韓呢 呃也歷經這個谷底 那很快的振作起來 在呃提前兩年八個月南韓就把這個IMF的紓困貸還完了 之後呢這個韓劇開始慢慢的起來了 然後呢呃韓流影視也開始起來了 你可以發現最近大家都在看韓劇或者是韓國電影都在追這個韓國的綜藝節目或者是K-pop哦 所以南韓經過了這個谷底之後呢他又重新的翻身 而且在這個國際世界的舞台上面扮演了非常大的這個地位 有很大的影響力哦 我覺得這個跟南韓人的這個積極進取有很大的關聯 這個積極進取啊當中也包含了很多的戰略是我們必須要好好的去研究去學習的 所以我希望呢往後大家看到韓半島的相關的新聞哦 可以多更加留意比如說政治經濟社會這一些領域的 呃報道試著去了解南北韓現在正在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希望大家也可以好好的跟台灣比較有哪些事情是我們可以學習南韓 哪些事情是我們可以把經驗貢獻給南韓雙方呃相互的呃學習相互的成長